所有契机车都在停等红灯 下一秒红一男穿过车阵冲向黑一男 直接拿起手上安全帽猛K狂奏 黑一男不甘置落 试图反击 就连原本后座的女友也做事帮忙抵抗 没想到红一男攻势猛烈 让对方无力抵抗 最后干脆拿出蝴蝶刀回击 两败俱伤 现场血迹斑斑还留有急救时使用的绷带 13号傍晚5点半 台北市基隆路及辛亥路口 发生行车纠纷所引起的砍人案件 先动手的红一李姓男子 不满双载情侣党 骑车蛇行害他差点撞到民众 竟然超车预谋堵人 没想到对方藏刀横砍 李姓男子手臂后背伸中两刀 挨揍迟刀的蒋姓男子 自己也中了一刀 据他自己蒋姓名 其实这些说法是因为 女友差点被打到 所以他有愤慨的方式来做一恢复 那时候状况是怎么样 男友为了要保护你吗 女友嘴唇发白不发抑郁 男友说是为了保护他而持刀抵抗 但双方都有毒品前科 为了行车纠纷尽亮刀见血 男友看似英雄救美 却是可能得面临杀人未遂的罪名 记得谢文翔 何慧荣 台北报导